字幕组织 大家好 又是周末 向左翼节目时间 节目未开始之前 先多谢帮我们做首语的朋友 慧楠 上周我们也开始说到 所谓暴力的主题 其实上周末 已经准备了一些 她自己处理的 不叫处理 她基本上 带了一些资料上来 很明显会看到 当市面上很多人 讲社民连 讲长毛 就是讲暴力 又或者我认识的朋友 上至专业人士 下至一些 中产的朋友 一提社民连就是暴力 暴力暴力的时候 对于我们会 感受到 见到所谓暴力 我们会谴责 我们会在组群里面 开组群 要表达不满 大致乎 很多人对政府的暴力 或者对一些 亲建制暴力 不知为何 好像事而不见 听而不问 跟她说 她又闪了 说第二道 所以我想今天 挺值得 首先暴力 当然有很多种解法 查字典 通常是不受制约 激烈的力量 大约是这样的 定义 大约上是这样的 当然这个定义 是一个比较一般 而广泛的定义 其实暴力 当然在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历史环境下 有不同的诠释 譬如很简单 土耳其人 喜欢这样招待 说话 拍不清就招待 当然看来都挺暴力 很狠狠 或者南韩人都是 那种粗声粗气 或者我们看东洋女魔 魔女 那些 女牌 又要打 正认识识 当然我们现在说的暴力 如果收窄的范围 就是说 在社会行动 或者在政治活动 或者在社会抗争 冲突里面的暴力 我上一集已经说了 其实暴力是无处不在 只是看那个 context 我们在任何社会里面 都有一些有组织的暴力 代表政府的所谓国家机器 都解释了 当然不只是国家机器 黑社会都是暴力 即是它是要用武力 令到它的目的 成为达到的 如果用这个方法 今天香港的社会运动 当然不是暴力 因为我也未见过一个 一个政党 或者一个社会组织 是揭出暴力 即是说 第一 称明是要用暴力的手段 去达到政治目标 是比较少 没有 基本上没有 第二就是说 由于这样的时候 它是有相应的部署 有武装的力量 有为了配备武装的财力支援 有对现在的国家机器的滲透 即是去拆反警察 或者是有一些特别的团体 去行使暴力 在香港的社会运动 完全没有 包括社会运动 所以现在说 用暴力去行事 达到一个社会目标 或者政治目的 其实是暴风捉影 这些都交给我 做一些归纳 因为我当时说暴力的时候 有一些形式 很容易被人混淆 譬如暴力等同于打架 暴力等同于破坏会场 但其实刚才藏毛的定义 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术研究里面 对于暴力这个字的一个解释 或者定义 当然你不会在组织媒体里面 跟你很学术性 或者很客观性分析 当然你不受制制而猛烈的力量 有很多种 譬如举例 有一次在会展 派了一副水晶麻将 大家不顾一切 推开其他人走上去 这个是不是暴力 如果你从一般的意义上 你行使一种不受制约 而激烈的力量 你可能是暴力 用一个这么广泛的定义 当然在这点上 自发或者由于突出的情况 而产生的一些所谓暴力的行为 我有个问题 我有一句想问 例如早阵子有所谓蛮抢炎事件 甚至有人为了要抢炎自覆射 如果他用了不受制约而激烈的力量 但现在我们所谓的不是这件事 如果你从一个社会学的角度来说 这些是无处不在的 譬如家长 盖小孩一巴掌就是暴力 一般上我们当然是不主张使用暴力 所有人都明白 我们不会打小孩一巴掌 令他教育得好些 或者在我们现有的教育制度里面 都会说要在一定程度下 用一个很严密的监察 校长签名才能用暴力 或者叫做看法 看法 所以其实 在这个角度来说 暴力也真的无处不在 但是你说说在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 说别人使用暴力 其实是非常小心的 因为他一定要揭诸于目的 而且他是一个重要的手段 你才可以 如果你说现在香港的所谓暴力 就是分 现在说社会上的暴力就是两种 一种就是所谓的语言暴力 大声说话 或者是侮辱官员 这是一个层次在立法会的议会里面发生 议会外 现在就是说 因为议会内 所以就延伸到议会外 所以 因为议会内的抗争 议会外都必然会受到传染 就是所谓 这个 推撞警察 冲破防守 罵警察 甚至是 推撞警察 冲破防守 防线 或者坐在马路上不走 都叫暴力 是 因为你要推开警察才可以 警察会难你 这些暴力 是错用了一件事 就是一般自发 我们每一天都会见到的 一些不受制约而猛烈的力量 当作一种政治暴力是完全错的 因为你去一个政府不合理地限制示威权力的时候 你只用一种力才可以令到当时的管制无效 所以你不能够就这样说它是暴力 因为它是对应于一个不宜的暴力 就是说原本你在那里示威 它封锁了 这个是什么例呢 就是说在全世界的社会运动里面 当一个政府为了去自己的私利 为了去保护自己的尊严 不让人在一个原本可以示威的地方 或者在一个原本可以示威的时间去示威 或者举行一个和平的集会 都是暴力 这种是有组织的暴力 即是说它是有编制 有粮响有武器的暴力 即是818是一个例子 是的 很简单 在这个问题上 如果我们说民间用一种群众的力 又体力去冲破它 我觉得不是暴力 当然任何推撞都会令人联想到 我们一般来用的所谓一种不受制约 慢烈的力量 因为如果我们的目的是示威的话 当我们冲过防线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打警察 也不会打我们示威的对象 这个要分清楚 其实当日我们818入去 918入去的时候 918入去的时候 其实都是想这样 所以说在破门的时候 你可能觉得要用那么大力 如果不用那么大力 怎么会破门呢 关键就是这个咨询是假的 这样的安排 我们冲进去示威是否正确 在这点上 只要我们不是有心伤害 阻害我们的人 就已经不算是 我认为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不是一个暴力的团体 不是做一个暴力的行为 所以在这点上 如果你说谴责当日的东西 到底是谴责破门 或阻去的东西 进去的东西最大件事就是跳上桌子 和弄烂了花盆 如果你说用肢体去 即是用一种力去威吓他人 是没有的 这是没有发生过的事 相反我被人打 所以当大家在整个情况都不清楚 道听途说的时候 而刘江华是拿了一个议案上来 而民主党附和他 互相支持对方 通过了两个议案 民主党在这点上 真是诛狗都不如 第一,没有查清楚 第二,刘江华的说法就是我们用暴力去制造恐惧 其实没有这件事 不是,扰乱秩序 这个民主党在江文光的领导下 根本已经堕落到不堪 你明不明 即是你整件事都未清楚 你就採纳了刘江华那班人 在文汇大工拿回来的垃圾 做一个证据的基础来谴责我们 这个民主党搞成这样怎么办 在金乃威一件事上 我完全没有出过信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都未搞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到民主党发展到今天就是 第一,为了不损失选票,不择手段 为了要确立一个 所谓中华价值不择手段 他还是不是一个抗争的政党呢 我真的很怀疑 五区公投是最斯文的抗争 他又反对 静坐在马路又反对 破门而入又反对 他还有什么抗争呢 我真的看不到有什么抗争 他跟抗争有什么关係 所以其实 如果你说民主党跟我们说 这个制度是必须要改变的时候 他一定要提供一个策略给我们 就是怎样 再他们来说就是谈 即是跟共产党谈 其实这个已经露底了 即是说 当他们在2010年的五区公投运动 全部论述已经很清楚 我想我慢慢说 如果你说民主党是会因为 这个保皇派将自己的脑袋 眼睛耳朵全部丢到屎坑那里 在这个文汇大公的浸洗底下 提炼出来的证据 做一个基础来谴责我们 同意别人对整个动议的陈述的时候 民主党可以回家睡觉 你明白吗 我很简单地问你 那你怎样支持八九民运呢 其实八九民运真的有去推开公安 不是怎样去抬出校园呢 八九民运也真是占了广场 八九民运也真是去阻止军队去广场 如果你觉得当科学馆的咨询那么不易 我们冲进去抗议都不对的时候 那你又怎样会支持学生霸住一个首都的广场呢 其实这也是中共的说辞 你抗议是可以的 你为什么要霸住天安门广场呢 天安门广场是我们的 我代表中国人佔有天安门广场 戒严令都出了 科学馆都未出戒严令 你民主党还有什么 我都不知他剩下了什么 你说用不用当日要用破门而入 这个是可以草论的 可能我错 但你说破门而入这个行为 已经是他所谓要极端选责的暴力 那便不用抗争了 有什么抗争 还要引起甘地的说话 我不知道李永达他在说什么 他说甘地说他们用公民不服权 甘地有句说话 如果在懦弱、协懦和暴力之间 我宁愿选暴力 老实说引人家的东西 是要全面地引 不要忍不忍 很简单 爱因斯坦都问过甘地的写封信 如果你在纳粹德国你可以这样做吗 你可以这样做吗 都捉了你 所以在香港的政党 对于群众运动策略讨论 其实水准非常低 完全是 不论在全球的视野 历史的视野都是没有的 很简单 你这个六十年代在美国的反越战运动 燒这个征兵卡 阻止 在外面辟劇 阻止那些人去登记 重军 占领校园 是不是 去到芝加哥民主党大会 芝加哥七君子 阻止他开会 占领会场 说民主党不移 那全部都不对 全部都不对 由你个杨森文 张文哥是领导美国人去造反 是什么人 跟全世界抗争运动的逻辑是相反的 我真的很想请教他们 在国内的维权运动为何你要支持 很多维权的人真的抗拒军警 是否 郭飞鸿虽然会和平 但他真是支持大石川的人去阻止那些军警进来 因为那些选举不公平 我想你问何俊仁他都不会回答 一定 如果他这样说 我坐在那里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世界非常美妙 老实说 在2003年的7月1日 大家都说没有打破玻璃 事实上是 但是他有没有看过 他们已经走了 在后面的人 是推开警察 令到 推开行车 令到 轻尼斯道 往东行的线都变了是游行线 再推移港支 去到海皮也是 那些人是否用暴力 为何要抗拒警察执法 警察叫了你不要做就不要做 是人家的 那你为何要鼓噪 说出不了 是轮到你说话吗 为何要鼓噪正确呢 在科学馆他们只搞过 所谓咨询大会 刻意排斥反对意见 我们冲入抗议有何分别 其实是无分别 是否 是否 即是你 即是说就天下无敌 即是你将它 摆在其他位置上 当然有另一个论述 有人跟我说 长毛当你当年是用和平自愿被捕的时候 你的目的是清楚很多 我可以支持你 但现在你搞到已经很混淆 到底怎样定 因为如果你强调和平被捕的时候 你不进攻的时候 我就很清楚了 你坐在马路上拘捕你 但当然他们不明白 如果警察不能坐在马路上 这个就不要计 邏輯上面的问题 其实我也想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用这样的说法就是 任何会引起群众自发使用 一种激烈而不受制约的力量活动都不要搞 老实说你可以保证到 每一次民主派的集会这种游行 都不出现事 只不过你走了去 如果用这个方法 连这些正常的都不能搞 你控制范围以外就不能搞 是非常危险的内心 我同意当某一个政治的力量 或者某一个政治的派别 某一个政治的团体 他确切了那天是完全和平 他当然可以对外宣称 他也不需要跟随其他人去做 但如果你说因为你做那样东西 是不能够有效地令到这些所谓暴力 即是说从一个最一般廣泛的定义下 不受制约的激烈力量发生的时候 那你真的不用搞 不用搞了 是不是 真的不用搞了 其实 这个就是香港泛民主派的一个死结 他认为他们和平咒争的手段 是可以得到胜利的 我觉得都可能是 但你要出好像马顶路德金的 被人逮捕才行 你要带头做这件事就没有这些事情了 是吗 马顶路德金在百明汉的百明汉内洪 是因为他被人逮捕了 他感人肺虎 其实我也想他们看看那封信 马顶路德金都是被人指责 你搞那么多事干吗 他被教会的人指责 你公民不服权便搞成这样 他就指责 他在百明汉的拘留所 他都是这样解释 所以其实我们香港的民主派 如果你真的要群众运动里面 不出现一些你无办法制约 或者你不想出现的所谓 不受制约激烈的力量出现的时候 你自己被人逮捕 你又不是 马顶路德金之所以主张和平公民抗命 是因为他的抗命 所以他有这样的道德力量 他有这样的道德力量 带领人用他的方法 我现在问你泛民主派里面的人 有谁是这样做的呢 有谁是带头用公民不服权 并不宁愿是被人拘捕去销离了 你现在这麽担心的所谓准暴力 次暴力的行动 那你在说什麽呢 每一次事严威游言行 做完动作之后 就回去喝茶吃饭 数捐款 你自己整个论述和策略 就要天衣无缝 是天下无敌 你都要有人去实行 常常说昂山素姬 说马丁路德金 说金帝 我问你 金帝被人逮捕了多少次 金帝在南非 烧身份证的时候 如果给你这些人 一早就不做了 因为烧身份证 可能会引起更大的混乱 烧身份证做什麽呢 是吧 在地上抽水 可能也是不觉意 很简单 你去批评金帝的策略 你以金帝为人 那种勇气 我想任何社会运动 你看现在香港 泛民主派有哪个 其实有这样的能力 甚至那种勇气 去搞社会运动 基本上都收盪 你怎样找到一个立足点 就是你用一个 排斥了像长毛式的 所谓激烈抗争的活动 而用你的方法 去争取成果 如果你不是23个 泛民主派议员 在这个谛普机制 如果他一意孤行的时候 你真是会搞一个 无限期的和平静坐或者绝食 你怎可能去 循循有道那班人 我很简单 用基督教的牧民概念 是吧 那麽多教徒 耶稣基督是天上来 是一个最卑微的 马曹出世 他老爸是做工匠 他是这样去救世 他不是好像 舊弱的先知 哥哥 是不是 你今天搞民主政治 抗争 不是你去抗争 那你怎样读经 耶稣最恨这些人 耶稣最恨这些人 耶稣如果不是在人间行神道 不是去到民教 他怎样是十二次徒 他怎样传教 他怎样感召圣保罗 我就算我是圣保罗 最恨你这班人 那你怎样感化我 你说的基督徒刚刚好笑 疑似最近有个人 他说 收到上帝课 就是要支持唐英年做特首 所以我想 刚刚常宝提过 如果用回 刚才耶稣哥 我不是说我全正 可能我是错 各位阿姐阿哥 你来糾正我 现在快要过 那个逮捕机制快要过 又来又过一个 2016的 立法会选举的方法 你民主党代表香港人 跟共产党谈好了 如果不成功的时候 你有甚麽领导 是吧 除非你就说 其实不用了 现在我们跟共产党直接谈 他就会回头事案 因为他已经上了我们的当 是路径意大理论 你信不信 此时彼此时 路径意大理论 是 你说南非 波兰 你要看到 他在整个sension底下 两个都是面对的 南非是因为 杀人种族隔离政策 被全世界制裁 波兰如是 有这个sension 现在在香港 对手 是比这两个政权更加残暴的中共 你类似 都要类似他 不是一个不伦不虑 你猛地说 只好是陈建文 猛地说 那些例子无意思 在历史的大氛围都要说 那时美国人都觉得要改变成全球策略 不能够再扶植独裁政权 来照顾他全球的利益 在南非很明显是 是吧 在亚洲的民主运动也是 当他觉得 朴正希这种人 传统这种人 不能够代表你 因为他们这样独裁专制法 连开放市场都做不到 他们就需要开放市场 要开放 那你做不到 那就借他 你要用脑袋 那些学者 他脑袋是用你来做什麽 老实说 我也很厌护这班人 老实说 现在我开始觉得好像马岳 以前也有两个听说 说什麽 你骗哪个小孩 今天的中共是以前的南非和波兰吗 今天的中共 以前的南非是拥有三万万亿的外卫储备吗 波兰是可以周围去买人的东西吗 波兰是有人救济的吗 很简单 你用波兰这个例子 你先搞团结公会出来 有没有团结公会 你现在有团结小会 自己中入中联办谈 你不是 波兰是由1980年的团结公会 搞了一年 我不要计算那些 被人用军事镇压了 波兰是面对非常深重的制裁危机 而苏联就在1979年去打了这个阿富汗 已经无能力去再搞了 在这样的底线下 还有这麽大的团结公会运动作为一个后盾 有教会去逼他开一个三方的元卓会议 我问你陈建文这班人 有哪一点是相似 其实就是一个最坏的学者 就是求能奇 有哪一点是相似 现在的中共是当年的苏联吗 我们是当年的波兰吗 我们是当年的南非吗 我们是当年的南非吗 我们有个ANC吗 是不是 就是事例不符 可能我是错 昨天最荒谬的就是说到 梁流芬就说 因为有些人在议会出位 所以搞了议会暴力 我们纵容他 搞到社会暴力 根本就是愚蠢的 烧巴士都用来掃 像我今天那样 我现在走出去 说一句不要听 仆街死了 那香港就去太平了 我有没有那麽大的力量 所以很简单的道理 这个民主党 在未搞清真相之下 就谋言采立了 这个共产党的走狗的陈述 不需要问我们 只是问他们 不让民主党真理地吗 所以幸福 就是通过一个很简单 我这样说 就是他不需要负责 民主党 就这样通过谴责的议案 想动你而已 不是动不动 其实他也未必想动我 他是因为 他觉得他不是这样做的时候 他会损失 这叫做卖友求榮 你明白吗 这就叫做卖友求榮 可能我不是朋友 但你都不可以 出责一个普通人求榮 你可以说 因为我不懂这个人 我卖了他 那我就荣华富贵吗 其实很简单 民主党被人洗脑 什麽中环价值 什麽叫中环价值 我真的未听过 中环价值是什麽 炒楼 炒股 炒金 不抗争 不抗争 什麽叫中环价值 是不是 我未听过中环价值 我只是听过 晴陷夜中环 所以其实民主党到今日 已经是步步后退 根本走过旁边 大家不要吵 不要再圈蛙 我帮你搞定 其实我不是冤枉他 那他还有什麽另一条路 他真的没有说过 他都不敢面对 他社会政策经济光领是什麽 他又不教人民粹 他又不教人激 我真的看不通 到今日 教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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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們的領導看,真是全世界由他們領導 不溫不火,絕對沒有不斯文的動縮 得了甚麼回來,這個成大的教職員工會 是他們領導,麥凱華、謝永寧 加上教協局會長馮偉華,搞成怎樣 是節節敗退還是節節勝利 好像連工會的辦公室都被人收回 現在逆來順受就怎樣 逆來順受就怎樣,得到甚麼 不動員學生,甚麼都不動員 就怎樣 等運到,有人繼續等運到解釋他們為何會這樣做 其實他們不是等運到,他們已經走運了 是你們要等運到 我上了一位 我上了一位 你和偉華如無以外是教協會會長 如如無以外是教協會會長 可能做了立法會議員 就算不是做了別人做 即是安保了民主黨的一席位 或者民主黨影響之下的立法會議員 如果搞成這樣 香港的窮人越來越多 那做了甚麼 都好他們終於悔改了,不反對最低工資 否則連28元都沒有 其實只要大家把方法 就是如果是長毛社民連 人民的一席人搞亂香港的運動 就消滅了他們 蒸蒸日上 但沒有我們之前的運動都是這樣 2004年之前有甚麼呢 我慢慢數 廢法 廢了三條勞工條例 有甚麼頂得住 然後區議會加入委任議席 跟著殺局 跟著減公務員人工 跟著減中援的金額 停止建居屋 減建公屋 領會 這班領導做過甚麼 我完全沒有能力去干預 又不會用暴力的手段 那拿了些甚麼回來 2003年出來撐一撐之後 董建華坐在那裏 沒有人敢叫他下台 到董建華自己要下台的時候 大家才訪完答 原來他真的可以下台 就是這樣 大家可以做一個比較 民主派沒有所謂激進分子的時候 他做過甚麼 有甚麼有效的能力抵禦到 他講過一件事 其實2000年他有個 整個叫賭董運動 賭董運動是他嗎 不好意思 當然不是他 當然不是他 不好意思 他們反對賭董 不好意思 我覺得 我真的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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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看 şu又可以了 都是 Venice 都是一個 榮榮大姐的東西 落落大的事 很簡單,還有那些暗地裏的,愛判化、私有化、合約化 影響香港人心軟的事情,你有做過甚麼? 做過甚麼來頂住?在你誰控制的範圍裏 你有做過抵抗這件事?都未算過那些 所以他們這樣去論述,在學術上非常有害 你不能夠從現象到現象,如馬克思這樣說 現象是等於本質的時候還需要科學? 現在張文光最厲害就是看現象給兩句評語 拿個三筆,怎樣搞?你經常都說要理性 理性的力量是你的分析能力 不是坐在這裏 很多人誤會了,理性真有力量 理性是因為你對事物深刻的認識和批判 找到真相出來,是理性 即使你天天在… 坐在這裏說幾句 不是因為一定坐在這裏才會理性,是錯的 坐在這裏可能是白師、托舊、犬儀都可以 現在解釋了這麼多香港人理性就輪到這個階段 理性之所以會成為一種力量 就是因為他那種洞察力、滲透力、預見力 是不是? 不是你好像張文光那些人坐在這裏看完報紙 有甚麼大駁事出來說幾句 你泛民主派的領導好像民主黨有甚麼洞察力 跟著人的政策去走,贊成外判 還想一想一筆個撥款去害社工 領會你又贊成,你有甚麼洞察力 你的理性在哪裏,坐在這裏就叫理性 坐在這裏說媽媽是女人就是理性 那不是,這樣就不會那麼階級層次 坐在這裏聽到人說媽媽是女人 幫我告訴你,你不得理性 我說另一件事給你聽 不是每一個女人都是女媽 這樣就叫做很威風 已經做了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我覺得遲到今天,我真的深深感覺到這種悲良 民主黨還有甚麼可以做 現在我已經說了很多次 當逮捕機制越來越近要通過的時候 你做甚麼呢 可能下星期六有個遊行 我不知為何要星期六搞 星期日搞就好些 為何要星期六搞我真的不明白 也都是民陣搞的 民陣有份搞 除了這件事還有甚麼要做 延長諮詢又不用了 我們去到假諮詢 到底現在的諮詢是真還是假呢 連民主派都不敢說我現在 因為我衝擊完了 踢爆完了 踢完包了 他就欺責暴力 他又不會說 其實你的諮詢真的不行 做兩場 是吧 沒有了 除了譴責 跟人口水被譴責我們之外還有甚麼要做 有甚麼得益呢 對香港人 你找了一個社民連人民公敵梁國鴻出來之後 你令香港人有甚麼得著 你是不是叫他搞多幾場呢 因為做甚麼呢 沒有 跟著共產黨的走狗的康調 你自身是我 好像彷彿整個 逮捕機制 跟他無關 坦實說 此作弓者當然是我 我說要搞五區公投 你民主黨 五區公投不參加 最和平的方式是不參加 那你還有甚麼方式 我問你 這個我真的要問他 叫人去投票你又說不好 太刺激了 那你搞甚麼呢 他又不用說 因為他 他是自足的 是吧 他講的就是自足 即他不用說 他甚麼都他講了 我們 已經引了他上當 這個路徑意大利論 一定會 他一定慢慢就會 上了外擋 然後慢慢開放民主 因為多了五席的 超級區議會 民主成分多了 這五個區議員 會天然傾向民主 所以有一種民主的動力 在他們內部裏面 所以會越來越開放 很簡單 2016那你怎樣搞 2016就是一個試題 我現在問 如果2016 那個方案是大家不接受的時候 現在說 我們不得理性 不得和平 不得非暴力的領導 有甚麼做呢 政府不肯建居屋 有甚麼做呢 政府不肯建居屋 有甚麼做呢 政府不肯建居屋 有甚麼做呢 政府不限定公事上限 有甚麼做呢 政府不給全民退保 有甚麼做呢 政府不肯建居屋 政府不做 政府不肯建居屋 有五百億也不做 你怎做呢 六千元你又不要了 要有些好過六千元的了 政府不聽你講,你做甚麼? 他現在同時說我們不要6000元 因為我們的腦袋給大家發達 所以不要要那6000元,我們爭取更多的東西 I'm fine,你怎樣爭取? 不要6000元要12000元?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你永遠都在自己禁區猜球 或者在自己的半場猜球 當然球是難失些,因為你多人在自己的半場 但我告訴你,一被人搶了球你就輸了 因為是直接你的心臟 其實現在整個問題就是 共產黨看清楚,因為民主黨是不會根本這樣反對他 就找他和民建聯成一個最大的平台 做一個棟圖像 即是一、兩年前說過民主黨變民建聯 其實沒有甚麼分別 所以民建聯不會悼念六星,民主黨玩悼念六星 其實很簡單,現在民主黨會對泛民提出來的東西格外警惕 包括公民黨提出來的東西,隨時不支持你 現在一個新的趨勇就是這樣 對於民建聯的東西,可支持則支持 就是這樣簡單,這個是最大的變化 現在最大的變化就是這樣 即已經沒有了以前那個泛民的概念 泛民搞了基本上這個概念 也沒有了所謂恥辱的概念 我支持民建聯的一樣,實事求是 就是這樣,現在很清楚,因為昨天我太深印象 吳可兒提出來的修訂也沒有人支持 就是支持了民建聯的那個,民主黨 你講清楚一點,講多一點,講多一點 因為吳可兒提出來的修訂就是 就說沒有譴責到這次的暴力 他就說他不斯文而已,民主黨覺得這樣是不恰當的 就沒有投到他票 還有,吳可兒就說要政府檢討一下他那個機制 諮詢的機制 你看看清楚,他寧願投民建聯的那個 都不投吳可兒那個 所以我覺得當日現在 現代的問題是一個 一年前剩下的理論的問題就是 這個民主黨作為一個政黨它何愛何重的問題 無論是在爭取一個所謂普選的政制,民主的政制 以至到在香港的社會經濟的政策 即是說他們對於未來的香港有甚麼vision 我想他們真的有一個很大的調整 由這個調整下,他的策略一定是相反應調整 就是說盡量少抗爭 或者是敢以抗爭 這個就很清楚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轉變 就是在香港的政治港幅 不過可以讓我分析一下,因為你都說了很多時間 你剛才剛才說過,如果你說泛民 以民主黨作為一個主體先選 你說有沒有抗爭 我覺得基本上回歸之後 他們,譬如說之前說過黃叔 對於民主黨的路線發展的說法 都明顯你會見到其實民主黨已經退出所謂社運 甚至退出所抗爭 所以民主黨不抗爭 或者03、071 其實根本民主黨是沒有分疑的 根本就是在這個過程裏面 這個要先說清楚 第二件事就是說 其實民主黨本身如果在政治立場 或者甚至是一些和民生有關的政策 其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很大的取向 而只不過就是徐鋒擺樓 或者現在大勢所催要行這件事 他支持的話 當然他被選民去唾棄 或者甚至其實我之前民主黨和民建聯沒有分別 我只不支持民主黨的話 他何來有選民基礎 這個可能大家都會認識到 還有最後一件事就是 如果我們從一個本黨民主化角度 可以這樣說 其實民主黨都面對一個危機 中年危機 就是說我推了這麼多年 所謂民主由80年代到現在 好像一善無城 然後阿爺突然開了一善門 他有機會放了我進去 跟他聊天 然後拿了一個很棒的方案 這就是他今屆區議會的競選口號 他真的拿來講 是啊 但是這個僅正正代表中年危機 即危機就是 他將他以前信的事 他以前年輕時代或年輕時代做的事 都被推翻了 就像你剛才所說的一件事 他現在在做的事 其實可能出賣香港民主運動 這當然是開放辯論 老實說 我覺得一個人改變意見是很正常的 但你要找到邏輯去改變 和公開承認就不要自欺欺人 當你覺得你以前信的事不對 你就直接說不對 不做 現在最慘的是 他又不敢這樣說 我想為其不遠 他要做一個理清他自己 整個黨的綱領、理論的問題 其實民主黨的理論非常弱 因為他是靠那群學者來幫他搞的 就是陳建文、葉建文等學者 民主黨也沒有 我想都是那幾個大佬 80名代玩到現在 他沒有想過要做這些 但是他不需要借個大佬來用 他們自己沒有這個建構 所以他跟學術界裏面的所有學者 普選聯來做 普選聯裏面 最近有所謂疑似司徒華記錯事件的事件 司徒華說五區公投 有所謂新方案是他想出來的 那些人就說不可能 因為馬鱷他們已經想了出來 先過去 所以其實暴露出來的 其實兩個都是一樣的 他以為得以傑作的東西 是不是 搞得定是說有寸進 那不會有死穴 有個死胡同 香港民主做了很多事 就是這樣 老實說這件事要不需要你去做 民建聯 曾蔭權也說了 如果你在2005年後退下的時候就會做 所以如果你做了之後 2005年開始的時候 即是在2010年都會達到這樣的東西 很簡單 如果是循序漸進 所以其實 你講到最後 其實就是說民建聯是對的 就是這麼簡單 最後得出的結論 就是民建聯當然是明智的 曾蔭權是明智的 是不是 曾鈺成是明智的 所有的保皇派都是明智的 你在2005年退下了 早點開 那個妥協的過程 就是多了五年的時間去 去循序漸進 多了五年洗 是的 現在 我都不知道 因為 我都看不到循序漸進的能力 有可能成功 因為 2012 我們是多了五席的所謂新增的區議會方案 而2016 如果循序漸進 怎可以大躍進 現在是35、35 那條路怎麼走呢 不知道 可能唐英寧搞定他 可能唐英寧搞定他 可能唐英寧搞定這件事 我不知道 雖然大家都猜他一定是特首 所以其實這個真的有問題 第二個就是 民主黨在他們的整個論述中說過 中央很擔心 如果他們真的執政的時候 他們會不會有誠意是承認中央的地位 這樣就執政 這個當然是他跟支援會搞清楚的問題 是的搞清楚了 不要湊水了 每年抽幾次水 那你就收回結束一黨專政的後號 爭取民主改革 爭取多黨合作制 抄回大陸那些最好的 沒錯 共存共榮互相監督互相協調 你全部用回大陸那套就解釋到 以共產黨為核心的改革 他沒有吉使轉 將來不知道 你之前會說結束一黨專政是怎樣為止 如果民主黨已經簽了成下之文 就算我執政的時候 我們都不會 即是 這東西才尷尬 又立了政治牌坊 但自己已經不為處女 不知怎麽辦 但是這個問題我相信都要久一點 希望下一次可以 等人失憶 下一次再探討 其實你都應該找張文剛 或者何尚遲來講 這個要找回節目製作人 如果他有總上來就上來 他沒有總上來我們都沒辦法 好了我們今天向左網節目時間到這裏 希望大家有一個愉快的周末 下星期五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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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